特別報導 各位親愛的觀眾好朋友大家好 感謝收聽快樂 聯報忙 今天是特別節目 九合一選舉開票特別報道 在今天的投票率 可以面對到我們前所未有的狀況 要怎麼說呢 因為這篇九合一的選舉 百多十張公道的選票 之後整個投票的過程 可以說變得非常緩慢 非常慢 因為也有投票所 也有在進行投票 所以地書就有什麼樣的進行 親愛的觀眾好朋友 其實現在所有的媒體 馬上就要緊急做條件 因為現在正常來說 我們是不可以進行聯合的評論 因為現在也有民眾 要等投票 只要這個票還沒投完 其實我們做任何的評論 如果影響到這個選情 都是有違法的可能 所以在這段 他們就要跟我們聽眾朋友 來進行我們在今天的投票 當中有一些花絮 有一些現場的狀況 大家在這裡問報道開港 好,那在目前聽眾朋友 有些非常興奮 很期待 就希望這個選票 趕快趕快開出來 看到有的電視台好像已經有很厲害的票數 幾萬票幾萬票的開出來 可是如果聽眾朋友 你仔細的去看中選會的網站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票數相當的懸殊 當中選會的票數 還只有個位數 百位數的時候 在電視上面已經衝到好幾萬票 甚至十幾萬票了 但是聽眾朋友 或許這些是不是有灌水的可能 那或許是不是因為 這些是比較少人數的禮 先開出來的票 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 不過現在的票數 就不能當作是不是勝選的參考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很多禮 它這個有的禮非常大禮 我以高雄的福山禮來講 這是高雄的最大的一禮 如果這個禮 它有這麼多的選票 但是由於它在都會區 所以呢 它還沒有 它甚至還沒有投票完 所以呢 現在開出來 您看到的票數 其實呢 不能作為 好像就 某人一定會當選的這個參考 這個恐怕是絕對不能畫上等號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偏鄉地區 或在禮 的人數比較少 就是人口數 投票數比較少的禮 所開出來的票 它的票數畢竟是少 很可能到最後 有一個都會區 比如說福山禮 這個 擁有可能兩三萬的這個 投票人口的這個禮的票 一開出來 這馬上 會產生很大的一個翻盤 這樣的一個影響 所以呢 現在我知道很多人 看電視看的 覺得說 哇 這個好像已經 一直在開票了 好像這個 應該大概就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跟方向 可是跟聽眾朋友講一個 真實的情況 未必 未必 所以呢 不管您現在是處於非常興奮 還是處於有一點失望的心情 其實呢 平常心 平和 先等待一切的結果 出來再講 不過由於今天 這個整個 大家去投票 大家去投票 這個情況 Angel 在這邊 就跟大家來做一個分析 來做一個分享 我們會發現 像 Angel 本身在這裡 是在三明區 三明區是在這個高雄 高雄縣市合併之前 其實最大的一個區 但是當然 所謂縣市合併之後 最大的區 其實已經變成是鳳山區了 但是由於其實 這兩個區的人口數 都非常的多 而且呢 如果說 像以三明區 或是以部分 在鳳山區的人口的比例 跟所謂居住的形態 又會產生一些差別 舉一個例子來講 好了 有些朋友 可能您住的地方 雖然也算是蠻市區的地方 但是你會發現 你們這個地方 可能是別墅啊 透天啊 這樣的房子 是比較多的 那所以呢 你們的投票數 其實整個加起來 可能還是 並不如可能在一個 充滿了可能高樓大廈 這樣的一個區段 比如說這樣的一個里 要來的票數 可能是比你們還要多的 所以會發現 其實在所謂的淡黃區 就是在市區 有很多很多 我們今天來看就想說 哇我自己不知道 原來我住的地方 這個里 有這麼多人啊 那是你環市周遭 像是在合體國小 周遭全部都是building 全部都是那麼多的高樓大廈 你有時候光是看 一個building 一個群 就是說大樓 還有六棟 算算的這也有六百戶啊 五六百戶這樣出來 會有多少的投票的人口 所以呢 當大家全部都跑出來的時候 哇 真的這時候你才看到鄰居呢 如果幸運的話 你還會看到說 這是我們同一棟大樓的鄰居 今天就在我去投票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好多人都看到鄰居跑出來了 好 但是還有一個現象是什麼 還有一個現象是說 當大家 這個來投票 這次其實大家都沒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值 以前呢 大家來投票的時候 都想說 最多給你等20分鐘好不好 差不多 以前大家都說 差不多10分鐘 我就可以投票的倒數啊 就可以投完了 那既然很快就投完 所以我後面可能還有很多行程可以拍 等一下要去逛街 等一下比如說趕著回台北什麼等等的 但是 會發現 完全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值 可能都錯估了情勢 在 我們目前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人 在半個小時之內 你如果就能夠完成投票的 那真的是 太幸運了 你知道嗎 但是 一個小時呢 好像叫做正常 超過到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像Angel 我從11點半 好多人都在想跟我一樣喔 我聽蘿蘇蕾委員也是這樣講 我們想說中午在吃飯的時候 應該比較沒人對不對 我們喔 就那個時候就把它衝去 誰知道 那個喔 真的是 排的熱熱燈 哇 那個人 人之多的無法想像 所以呢 反而是頂著中午的大太陽 在那邊一直曬 然後 登登登 從十一點半 等我投完票 已經是下午的兩點半了 整整呢 花了我三個小時的時間 好 這個當然是因為在都會區 我那個理當然是 比較大的理 好 所以到現在 一樣 在很多這個都會區 蛋黃區 然後特別是這個人口很多 就是你這個理 的投票人口很多的 其實到現在呢 其實都還沒有 這個 完成投票 好 那這個 當然因為大家 以前沒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值 所以有些人喔 一早 我覺得可能 大家 會覺得很開心的是那個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對不對 你很早你就出門 然後就趕快去投票 有些人很興奮很期待 就想說 啊不然我就趕快去投一投對不對 好 這個你就賺到了 你可能都沒有排很久 但是後面呢 越等越久 像 有些人早上9點10點去 已經看到 已經喔 可能好幾百人在前面 想說 啊不然這樣好了 現在既然這麼多人 我就喔 先去吃個早餐 還是呢 吃個branch 吃個中午餐 吃個中午餐 然後呢 我再來一頭 到時候人 總會少一點了吧 那就像我之前也是想說 中午吃飯的時候 人也會少一點了吧 但是呢 會發現說 完全不是這個情況 你反而後面再去 很多人遇到的狀況是 這個隊伍更長 而且呢 這隊伍已經長到 並不是說直排 馬上 我站在這裡 就可以看到 我的這個投票所的位置 而是呢 曲曲折折 轉一個彎之後 欸 再轉彎 原來這個人容 這個隊伍啊 哇 九彎十八拐 真的 要等好幾百人 好 那像這個 都是大家所沒有的經驗值 那今天我們也發現 很多人因為等太久 欸問題又來了 等太久 有的人想起 居然呢 把公投的這個選票 居然撕毀了 好 這個撕毀了呢 一據現在最新的報導 大概呢 你撕毀一張公投的票呢 要罰款是五千塊錢 所以呢 十張呢 至少也要被罰五萬塊 但是真的是勸大家 如果到現在千萬不要生氣 還是保持這個耐心 其實整體來講 整個的投票的氛圍跟秩序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因為這個有少數喔 撕毀選票 甚至帶出選票這個狀況 呃 雖然很少數 但是還是有 所以在這邊我一下能講的 請大家耐心 然後呢 守秩序的 好好的去投下您這神聖的票 畢竟現在已經天黑了 但是還很多人 其實在今年呢 有一股真的是喔 不能不投的這樣的一個熱情 所以大家呢 都堅持在那裡喔 所以你說三個小時 何止一個人花了三個小時 我在一個長龍的這樣的隊伍 是多少人其實都是等了兩三個小時 才能投下自己的這個選舉票 所以呢 這也是民主大家這次熱情的這個可貴啦 但是呢 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老實講也是罵聲不斷 所以呢 罵誰 一般的人喔 反正 隨口就是說 就是罵見戶說幾個 這樣啦 那有些人呢也是罵的對象很直接 直接呢就是罵中選會了 因為到底你是怎麼規劃的 在規劃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動線 你當時講說一個人差不多兩分鐘就可以完成投票 可是實際上有些人花不只兩分鐘啊 所以你那個時間到底是怎麼算的 所以再加上這個動線 因為有時候都排在同一個空間 那有的頻數比較急會造成因為公投票在投的時間會比較慢 所以一堆人塞在同一個投票區的時候 九合一的會被擋在那邊比較慢進去 因為原本的公投票的民眾還在裡面塞車 所以呢 這個行程根本不是所謂一個人兩分鐘就可以完成這個投票的這個狀況 所以呢 一直大delay 到現在如果說我們都沒有得到說全國都已經把這個票都投完的狀況 其實呢我們現在是不適合 其實各媒體都不適合 包括民眾現在也不適合繼續的 比如說在line或是網路任何公開的這個媒體上面去談論候選人 或者去談論政黨 這都是不適宜的 所以在這邊呢還是要提醒各位民眾以及我們的聽眾 甚至於呢現在在臉書上面所有的觀眾 那現在呢可以來談的是 如果聽眾你現在除了在送機旁 你會有時間還是可以的話 連結一下我們的臉書 我也可以談的是說 您來自比如說您全國各地 你是在台北 比如說哪一個禮 然後這個已經投開票 比如說已經結束了 還是有什麼樣的這個狀況的話 我們倒是歡迎聽眾朋友 現在上快樂聯播網 快樂聯播網的這個臉書 來告訴我們 來告訴我們 比如說 你現在投開票所 現在 比如說 今天投票的一個狀況 我們是歡迎聽眾朋友 可以在快樂聯播網 我們的臉書下面 在我們今天有開放直播 然後在下面呢 可以來進行這個留言 把今天您投票的心得 您的感想來跟我們來做分享 好今天 唯一大家蠻慶幸的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到處好像都是大晴天 這因為天氣好還真的 讓大家的投票的意願 熱情更是不減 所以大家不管怎麼樣 曬著頂著大太陽 也還是去投票 而且整個投票 當然每個投票所 我們現在已經透過很多的畫面 或親身的參與 其實一般人大概對於整個的投拍 這是個投票 然後目前投票的狀況 其實群眾都算是非常的冷靜 以及理智的 所以非常期待 到現在呢 整個的投票 以及 可能少數有開票狀況的這個情況 一切都能夠順利 當然您心目當中的候選 如果當選 我相信您一定是笑得非常開心 而這個當選的候選人 更是會得意的笑 不是嗎 好我們現在來聽一首歌曲 李立芬所演唱的 《得意的笑》 廣告之後繼續回到現場來 謝謝 人生等來就是一出席 恩恩遠遠 又何必太在意 命和禮啊 什麼恭喜 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是難了人間的悲喜 今生無緣來生再聚 愛與恨 愛與恨 什麼萬一 穿到橋頭自然行 且回憶回袖 摸回頭 贏酒做了是時候 那千金碎號 快樂難找 我瀟灑 我瀟灑走過迢迢大島 我瀟灑的笑 又瀟灑的笑 燒開紅塵人不老 我瀟灑的笑 又瀟灑的笑 醜得已生了逍遙 我瀟灑的笑 又瀟灑的笑 把酒倒戈成青草 我瀟灑的笑 又瀟灑的笑 這瀟灑的笑 就瀟灑了逍遙 我瀟灑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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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本來就是一出席 恩恩遠遠又何必太在意 命和禮啊什麼東西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世事難了人間的悲喜 今生無緣來生再去 愛與恨 什麼萬一 穿到橋頭自然行 且回憶回袖 我回頭 營酒做了是時候 那千金碎以後 快樂難找 我瀟灑的笑 我瀟灑走過條條大道 我瀟灑的笑 又瀟灑的笑 小看紅塵人不老 我瀟灑的笑 又瀟灑的笑 舊的一生了逍遙 我瀟灑的笑 又瀟灑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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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像包青天 雷神 我也想要抽小鴨變天鵝 推薦您最佳的 臉部縮食保養生品 蠶絲面膜皂 洗臉敷臉只要三分鐘 這是聰明美人的秘密武器 壁和薄崩催卵殼膜 蠶絲面膜皂 讓您肌膚光滑如絲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 0809 092 898 世俗的病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 親情 需要 身體在煩惱 所有的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 最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開箱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開箱讓自己的完成贅助 早上我們的信頼 會更平靜 不用悔自己結縁 訪伐335 數理335 由美國專業健康团队研發的 風脆卵殼膜蠶絲皂 洗鹽 敷臉 雙效合一 每一塊皂含60顆珍貴蠶絲蛋白 可生存清潔 滋潤肌膚 洗淨多餘角質 維持肌膚活性 讓您輕鬆洗出 健康 坦潤 嫩 嫩 白肌 現在閉合博封刺 軟殼膜蠶絲皂特價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 0809 092 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 上網 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快樂台灣 警察武漢 快樂聯播網 2018 九合一選舉 選情特別報導 來 感謝大家的收聽 高好 以三季開票特別報道 我是 Angel 今天 Angel在現場 為大家來做開票的整個分析 不過先跟聽我朋友講 由於我們現在還沒有確定說 是不是所有的投票所 都已經完成投票的動作 所以實際上我們是不適合做任何有關於候選人 或者政黨的評論以及分析 因為我們不能影響到目前尚未投票的民眾 他們的任何的想法跟意願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稍微輕鬆來談一談 今天在早上我們投開票的狀況 好 那先跟聽我朋友講一下 我們快樂聯播網 快樂聯播網 在今天我們5點到6點 Angels來做博物 求學一選舉的特別報道 那麼後續呢 稍等是聖傑跟我們的陳子瑜 我們的楊傑跟陳子瑜 會在空中呢 跟大家呢 開始來做這一次選票的分析 那當然我們在7點到8點的時候 快樂聯播網在各地我們住地的記者呢 都會從候選人的競選總部 來跟我們在高雄的總台現場來進行連線 跟聽我朋友呢 來報告最新的到時候最新的選票的結果 以及在競選總部的狀況 當然7點到8點這時候 原本是各家媒體呢都非常的樂觀 我們都是以以前的經驗值來看 當時我們都非常樂觀 覺得說對大概7、8點最晚9點前 其實呢應該9和1的整個選舉的票數 都會開出來 都會知道結果 但是呢沒想到在今天投票的時候 發現由於9和1的投票綁到10張的公投的這個投票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整個都是大延遲大delay的 那既然都 整個都往後面 來做這個延遲的動作的話 當然在各家媒體 在節目上的內容也有所因應 所以呢 老實講今天Angel呢 原本我記得在第一個街道我們所安排的 應該就是楊潔跟陳子瑜來做現場 把所有呢 今年就是我們9和1 2018年9和1 整個選舉的狀況呢 要跟聽我朋友來做整個選情的分析 但是由於再三的強調 就是這個結果呢 如果影響到 會影響到現在尚未投票的民眾的話 由於不適宜 所以呢 就讓Angel呢 來講講 就是在整個這個投開票 今天特別在投票的時候的一個狀況 好 那也跟聽我朋友來講一下 那目前呢 大家其實對於這個 在投票的時候 大家可以說是 早上很多人 真的是萬象不斷 大家其實都非常的抱怨說 為什麼以前只要花10分鐘 20分鐘就可以完成這個投票 到今天呢 半小時真的已經算是非常的幸運 一小時 聽說這個郭台銘夫婦也花了一個多小時 啊這個蔡總統呢 是差不多30分鐘左右 這個我們的前總統 馬英九也是差不多也花了差不多半個多小時 來才完成這個投票 那所有的民眾一個半小時在現在我們聽來也很多 甚至兩小時 像英九今天是花了三個小時才完成這個投票動作 當然剛才有講就是因為您所在的地區 如果投票的人口數比較多的話一定會大排長龍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排長龍今天就是大家也就怎麼講不管怎樣也就都等了 發現這一次大家投票的這個意願是非常非常的熱烈 換句話來講在今年本來預估大概是7.1成或者呢 大概最多也就是7.5成的一個投票率 會不會再等一下 這個整個選舉的票開出來之後 會不會創造出更高的投票率呢 這也是讓人家非常期待的一個結果 因為呢這可以發現在今年的投票熱烈的現象 我們已經發現說似乎北漂的這個議題的效應有出來 有很多在外地的遊子們 然後紛紛的其實呢都回到了各地呢來進行投票 那甚至於呢遠在國外 我們現在已經聽到非常非常多的個案 從哪裡 從包括在高鐵在機場 我們已經看到其實很多返鄉的遊子 然後呢就是非常興奮非常期待 他們都覺得今年的這一票是非常有意義的 都要回來投票 而所以呢我們現在在看到 有一些電視媒體 其實已經所爆出來的一些開票的票數 在這邊我們再次提醒 其實所有這個選舉的結果是依中選會所公告的結果 為準為主 那也要跟聽眾朋友講 那現在為什麼在電視上面會看到這麼多的這個票數呢 有可能 有可能是一些理 他比較早呢完成這個投票 換句話說可能是在偏鄉地區的 或者呢這個地區的區域投票人口數比較少 所以呢先開了出來 但是呢你如果再對比中選會的數字 你會發現這個落差是很懸殊 可能中選會到現在還在幾千票的 他媒體可能已經衝到十幾二十萬了 都有這樣非常懸殊的差距 那從歷年來我們去觀察 在電視上的媒體所開出來的票數 似乎當然都比中選會來的是快非常多的 好那所以有些票數呢也很神奇的 票數到最後還會減 所以到現在就是請大家呢維持 其實就是理性平和的這個心 然後呢我們近代整個開票的這個結果 但是現在大家也都知道 現在在開票的這個情況呢 一定由於選情非常的激烈 所以大家呢這個都全體 好像大家都非常主動的去這個監票 也就是說要確保這個過程是公平公正公開 而且呢沒有任何的所謂選舉的奧波在裡面 所以現在其實不管是哪個候選人的這個陣營 有的呢是衝到什麼 這個競選總部去 已經興奮的搖旗吶喊了 真開心對不對 但是呢有的這個朋友呢 其實呢是非常緊張的 可能在這個投票所那邊 趕快這個再準備監看監看這個整個的開票過程 那當然現在由於大家只要用手機 對不對 那就可以錄影了 甚至於可以直播了 所以呢現在大家都講說 或許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是很難啊 很難會有選舉的奧波出來 但是由於選情非常的這個緊張跟激烈 其實現在除了在各縣市政府比如說 有安排的這個所謂的巨碼 而且那個是真的用那個鐵絲鋼絲像刀片般的這個巨碼 可能要這個迎接不知道怎樣 會不會由於選情太過激烈 當有些選民覺得這開出來票數不是自己所預期的 有沒有可能會產生一些騷動暴動的情況 當然這個各地的警察局其實也都stand by 就是已經先做這個預先的這個規劃 所以在這邊呢我們要提醒所有的選民 其實先冷靜下來 先冷靜下來 因為你現在所看到的票數 剛才Angel已經講了 這如果是比較偏鄉或是投票人口數比較少的地方 先開出來的票 它並不能就代表說你的候選人似乎現在是領先 就會一路領先而且勢必當選 沒有這樣的規則 因為在蛋黃區在都會區 它的投票人口數一定比較多 很多人站大樓啊 是住在大樓裡面的 像這種區兩三萬的這種投票人口數 它到時候一開出來 有可能整個會翻盤 整個可能不如你現在所看的這個票數 所預期的這個心理 所以不要太過興奮 因為今年呢選舉證候群的人很多 因為一直期待 一直期待 期待著自己的候選人呢 能夠當選 但是當你期待 其實如果說真的是太大了 到一種非常太過興奮焦慮的心情的話 可能你會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開票出來的這個結果 那不管是哪一個這個陣營 我們在這邊其實也都希望 如果你今天有聽到廣播的話 大家呢彼此互相提醒 好那在今年由於到目前 我們還沒有得到這個 很明確的訊息說 是不是大家都已經投完票了 所以到現在呢 一快樂聯播網非常公正的態度 而且我們也避免會引起任何會干擾選情 這樣的一個資訊跟動作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還沒有投完票的時候 我們不做任何有關於候選人 不做有關於任何選區 或者是任何政黨的分析跟評論 那我們都趕快進行對於媒體的責任自我約束 那也期待這個聽眾朋友 今天Angelo在節目今天現場告訴大家的這個資訊 先請大家先理性 先理性先平和下來 那我們在今天的這個九合一的選舉開票特別報導 在七點到八點有來自於快樂聯播網 在全國各地候選人的競選總部 到時候的這個連線 我相信精彩可奇 也會把在現場的最新狀況以及票數 跟聽眾朋友呢來做公布 那其中呢當然也有大家 今年因為由於非常緊張 大家就在想說那會不會有一些暴動 或是有一些暴走的一些情況 到時候呢都有快樂聯播網派駐在各地候選人 競選總部的記者將會來跟我們進行連線 所以呢快樂聯播網這次的九合一選舉 開票的特別報導精彩可奇 請大家呢繼續鎖定我們快樂聯播網 各頻道來收聽 好現在節目來到了晚間的5點32分 大家所收聽的是快樂聯播網 九合一選舉開票特別報導 我是Angel 那在節目當中呢 我們現在輕鬆一點來聽 第二首歌曲為您安排的是 荒山亮他所演唱的 我覺得因為這是選戰 戰況蠻激烈 那這個歌曲的這個氣氛呢 有這個戰鼓 這隆隆的這個氣氛 來神舟風雲獻給所有的聽眾朋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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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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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期待能够交出最好的一个问证的品质或是一个最好的市政成绩出来 好 现场时间来到5点53分 我们在最后一首歌曲进到广告之后 就要进行我们今天九合一选举开票特别报道的第二个阶段 由杨洁和陈子瑜来接手为您继续来做分析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在最后一首歌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海定是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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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宇盛 心工 只要是咱们 天海定是咱们 天海 天海更辖冬至封 日子 caus 祝名較好老家會 無論大大小小 酒杯春中中杯 真是一個愛的社會 經由當地做會 咱就用心交杯 請賣來給人看無目的 現出咱的一切 出出咱的心切 天下一定是咱的 無論大大小小 酒杯春中中杯 真是一個愛的社會 經由當地做會 咱就用心交杯 請賣來...